华盛顿智库战略于国际研究中心几个月来 从卫星图像追踪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的活动 并且取得结论认为 这可能是为中国以后部署战斗机做准备 对此中国外交部强调说 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防御设施 是主权国家的正常权利 那么美国政府对此有怎样的回应呢 我们现在联系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 荣湘你好 平张你好 荣湘国务院和白宫对此有哪些最新的评论 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美国国务院表示 尽管美国对于南中国海还有争议的岛礁 并不采取任何主权的声索 但是美国的一贯立场是 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各方声索的各方来和平解决 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任何一方在有争议的岛礁 来建筑任何的设备 或是进行任何军事化的活动 那么在刚才不久之前结束的白宫例行解冒会上 欧内斯特表示 中国此举已经违反了东盟最近次封会上和各国所达成的协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内斯特怎么说 美国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 我们对南中国海的地貌不做独立的领土主张 我们的观点是 有争议的领土主张不应该通过强权或军事行动来解决 而是应该通过外交和谈判解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美方鼓励各方避免采取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行为 在这种局势下 美国的利益在于保护这些地区贸易通行的自由和航行自由 数十亿美元的贸易经常性地在这里通行 破坏这些通行会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在2002年中国和东盟各国达成了一项协议 那就是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 其中第五条指出 有关各方同意要自我克制 不再有争议的没有人居住的岛礁沙滩 或是等等的自然结构上面来进行居住的活动 因为这只会使得问题更加的复杂化 评章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叙利亚 那么在国际的红十字会 以及叙利亚红星月会的协助之下 叙利亚大臣阿勒坡星期四 开始撤离平民反抗军还有家属 那么这位认为是叙利亚政府阿萨德政权 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 一个多月来攻打阿勒坡所取得的胜利 那么容香给我们说明一下 这项撤离行动的进展 以及国务院的最新回应 美国国务院克里星期四 罕见的亲自到简报会的会场 来说明叙利亚的问题 还有阿勒坡的撤离活动 他指出一些撤离的车队 已经抵达了土耳其的边境 不过也有报道指出 叙利亚的政府军对这些撤离的车队来开火 导致了平民的伤亡 有些人甚至下落不明 那么根据叙利亚政府电视台的报道 4000名的平民反抗军 还有他们的家属可以在12月15号 也就是今天星期四来离开阿勒坡 为什么阿勒坡的撤离活动 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呢 因为它说明了 这个我们知道从2002年以来 2012年以来 叙利亚的反抗军 一直是控制了阿勒坡这个地区 那么这个撤离活动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它说明了反抗军 不得不放弃阿勒坡 也说明了阿萨的政权 在俄罗斯的协助之下呢 在阿勒坡地区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 美国还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 在这个立场上 在这个问题上是立场非常的分歧 美国还有西方国家认为 阿萨的政府军队 它的平民呢 来进行刻意的屠杀活动 导致非常严重的人道危机 那么克里国庆呢 还剩下几个月 还剩下几个星期 它的任期要结束 那么这是否 这项最新的撤离活动 是不是说明 美国对续带问题 政策失败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之内 在克里国庆的任期结束之前 它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克里国庆怎么说 如果有些方面不愿意走向停火 显然很难实现停火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直推动这个目标 而且还在努力 我们现在要在阿勒坡实现的 是立即可核实的 和长久的停止敌对行动 这包括叙利亚政权及盟友 以及在阿勒坡的所有作战人员 这是进行其他行动的前提 在叙利亚的内战之前 阿勒坡本来是一个 非常繁荣的商业大城 不过经过长年的战火 这个大城已经沦为废墟 评章 好的 谢谢荣香 在美国国务院所做的连线报道